又是一年车展回顾 今年有咖啡有家畜 有的虽是新车 但看着仓促 有的仍在改款也只为过度 但无论怎样 都阻挡不了我为各位远赴上海 做一手报道的脚步 没错 真的是脚步 都走了三天了 还没到呢 就不能给我订个机票啊 导演 火车也行啊 车展都快结束了 我的方向 是不是整反了 本节目心甘情愿 由大叔去说 独家断名播出 逛车展就是逛情怀 所以先看看中国品牌 CMA架构下的极力紧凑型SUV 星月L本届车展开启蒙定 全系搭载沃尔沃 JV系列的2.0TD 缸内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 提到L一猜就是家常 提到星月L一猜就是星月家常 但你长得 跟星月长得也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买不买车无所谓 但你这个名字倒是整洗碎 不过说归说笑归笑 极力造车它不胡闹 质感看着绝对豪华品质 内饰光看着就倍感舒适 都是沃尔沃发动机 却给了两个变速箱 一个7速双离合 一个爱心8AT 反正能给大家伙整的全都满意 新一代超安CS55PLUS 在本届车展首发 新车采用U内系列设计风格 动力方面将继续搭载 蓝晶NE系列的1.5T发动机 但匹配7速双离合变速箱 未来将和现款车型同堂销售 只要内在整停好 可以换汤不换药 但如果真的动力虚标数据不够 只想办法用外观来凑的话 这个 广汽传奇紧凑型运动轿车 引爆在本届车展预售 搭载1.5T发动机 实测百公里加速时间为6.95秒 话说回来了 年轻人开车还得是心里有数 便有事没事就比零百加速 全新紧凑型SUV赤兔开启预售 新车为柠檬平台第四款车型 搭载1.5T发动机 匹配7速双离合变速箱 你看哈佛名字起的 大狗赤兔猫 没一个是人 为品牌全新咖啡系列车型摩卡预售 17.98到22.08万元 插电混动车型纯电续航里程 将达到200公里 因此全新平台和不同动力方式 也成为了新车的最大亮点 你看看 从橱链到大狗 从大狗到各种猫 长城奄然不满足 已经从餐饮界下手 海外品牌方面 新款标志4008正式上市 并推出了PHEV车型 售价16.97到25.97万元 新的前链 让原本的小狮子 还看出了些虎视眈眈 进气格山由曾经的内敛大气 变得有了一丝的神秘 大灯和格山不再相隔两地 而是融为一体 大灯的造型也不再眯眯着了 人家睁开了 咋的 睡醒了吧 内饰与改款前变化不大 中控屏幕由原来的内窃室 变成了彻底独立 但独立之余 色彩和逻辑更加清晰 功能也能让人满意 动力方面 汽油车型换装了爱信的8AT 开起来相比之前 那平顺的不是一点半点 PHEV车型的混动系统 由一台高功率版的1.6T发动机 两台电机 以及一台辅助的BSG 启动发电一体式电机组成 再配合法系底牌大师的调教水准 完全是老少皆宜的出行利器 以后换车开啥都不如意 大哥 新款4008了解一下 一系大众Talango 懒静 在本届车展首发 尺寸比上汽大众图昂更大 跟微然媲美也不在话下 只要个头足够大 上市之后再降价 那销量啊 肯定不会差 广汽丰田汉兰达和一系 丰田皇冠路放两款姊妹车 如约而至 全新平台 全新外观 全新尺寸 同时还提供了2.5混动的全新动力 啥都是全新的 就是没个全新的售价 哪怕上市之后不加价 那都是全新的售价 历经七年 全新奇俊在日产展台上成为了焦点 采用CMFCD平台 带有可变压缩比技术的1.5T三缸发动机 全面替换了之前的自然吸气 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人担心1.5T能不能拉得动啊 滚到1.5T了解一下啊 图观L还有1.4T呢 了解一下啊 好了啊 说完了车展新车 回头再看看本期新车关注 让买车的各位心里更有数 本期推荐关注车型是东风风行T51 原因呐 想必看了外观就能一目了然 车头吸力有态度 与超跑比气场一点不让步 机盖镶个全新标 让那些牛马知道啥才是中国事的骄傲 车身侧面很紧凑 但运动属性完全够 车尾贯穿灯舒展且细腻 下方车标凌厉但又不刻意 最炸的还是双边共四处的排气 锐利 内饰呢 是当下年轻人喜欢的样子 贯穿屏幕高级好用 功能多到随意放纵 搭配钢琴烤漆 怎么看档次都绝对不低 得益于2715的轴距 所以后排空间无需多虑 动力 可靠的1.5T配7速双离合变速器 开起来平顺 却不会觉得平淡无奇 小友操控的同时 也为省油出一份力 好了 以上就是本届车展二叔关注到的新车 有没有你关注的车型呢 或者有没有你关注但节目没提到的车型呢 留言吧 各位 明天见